一起温暖的地 细腻哭 reveal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血下的这么大 娘病的这么重 我必须去看看 恭喜老爷 夫人生了是个公子 太好了 经如此大的劫难 依然能平安降临到这个世界 就叫留安室吧 天冷快抱进去吧 照顾好夫人 夫人生这个孩子吃了不少苦啊 是 老爷 你经历了这么大的危难 依然按郎中所说的时辰降生 倔强地选我做你的父亲 我断不能辜负了你 要把你教成真君子才是 刘安室自弃之 河北大明西北人 父亲刘航 宋朝官员 清正廉洁 为人耿直 决心将刘安室教导成为 至诚至信的君子 侍儿 你还这么小 多久才会长大呀 娘 孩儿去学堂了 山路斗 小心些 娘放心吧 孩儿知道了 老师好 好 去坐吧 是 老师 老师好 老 老师好 好 安室 老师今日有些怪 是因为那块燕台吧 老师好像很喜欢 那燕台看上去真漂亮 我也想摸摸 好看的东西不一定好用的 那又如何 你若想看 去问老师 不过 老师对文房四宝一向很珍惜 恐是不会答应的 富与贵 世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知 不去也 不以其道得知 不去也 不以其道得知 不去也 张先生 请出来一下 老师出去一下 不久便会回来 你们先休息吧 切记 不要碰老师那块端雁 走喽 快点 寒来书往 秋收冬草 润鱼成碎 绿缕调阳 哇 真是好艳 若是我也能有块这样的研究好了 这神论 老师临总是说我不要碰了 吓他一下 给他个教训 快快 放药 快快 放药 这下糟了 老师会生气的 我爹知道又要打我了 此事由我造成 放心 我会跟老师说明 你不必担心 大家坐好 大家坐好 这 老师 那雁台上的裂纹 是学生造成的 请老师责罚 录炮 我 你 在找什么 我在找娘 娘不在家吗 你娘不在 宴台为何变成这样 你果真认为那样做事维护了成 是的 爹爹 看来不止老师要对你失望 连爹也会失望了 爹 孩儿的确是为了维护成 是因为那块宴台坏了 老师以为是孩儿所致 责坏了爹 所以爹对孩儿失望了吗 并非你想的那样 你与沈伦都是偷偷摸摸不成 没什么两样 爹必定是被老师责备了 才会这么说 我明明是维护成 爹却偏说我余神轮一样 哪来的水声 这瀑布好漂亮啊 我就是看一辈子也不会眼闻的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近日之事多亏了你 前不久我发现了这里 我只要心情不好就来这里 没什么 我爹刚刚责怪了我 不过来到这里感觉好多了 看到这瀑布我就开心了 安师兄 何事 想不到你我这些年同意学堂 同时科考 竟也同时中了举人 是啊 这些年你我都很刻苦 我爹一直希望我能够光耀门楣 管我是急眼的 这下可好了 还记得王鼎吗 嗯 记得 以前我二人常常比赛做队子 每次他军胜我一筹 现在怎样 还不是明落孙山了吗 明落孙山也没什么吗 天将将大阵于私人也 必先苦习心智 好好就你有学问 不说这个了 这等好日子 为何来这等野地 咱们去寻个酒家 开怀畅饮 岂不更好 你看这水 即使知道面临万丈深渊 但是为了悬崖下面的万物 依旧飞流之下 现人说上善若水果然不虚啊 而今中了举 此后来这里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我要多来几回 过几日就要全选了 这以后做了官 时间就更少了 对了 安氏 你想被选中 做何官职 我不准备去全选 不全选 我的修养还不够 想拜师继续学习 你想拜哪位老师 司马光司马老师 司马老师 温良贤功 刚正不阿 他曾说 贤者居士 会当吕义导人 以德自显 去求外名 何族传写 我以为极是 极是什么 依我看 当务之急 只趁机依附一位权贵 这样才能官运横通 你那位司马老师 只是一位使官 帮不上你什么的 你还是另选他人吧 多谢沈兄提醒 不过我意已决 时间如手中的细纱 稍纵即逝 前些日 你我还在瀑布前 追忆而始 今日便与老师拜别 即将各奔东西了 我爹帮我找到了 朝中的元老荣大人 荣大人说 会给我安排个好的差事 我劝你不要去依附权贵 其实 你我是多年的同窗 不要说扫兴的话了 我倒是劝你 即使是拜师 也最好选为德士的大官 我并不看重你所说的那些 我也奉劝你 今后不要那么功利 狗富贵 勿相忘 学生安事拜见老师 好 老师 让学生帮您研磨吧 是 老师 我今日第一次拜见老师 老师为何对我这样冷漠 安事安事 你为何要在乎这些呢 老师忙于正事 不方便做出表示 也是很自然的 安事 你心中有事 说说吧 老师 您怎知学生有心事 安事 古人云 以史为剑 可知星体 我这一辈子 几乎都与史书为伴 你来我这七年了 老师想你 总不会比国家星体 更难琢磨吧 先人的智慧 融在这本本史书中 若是断在我背 对后代子子孙孙 都将是莫大的损失 不提这些了 你一定有事想不通 说出来 看看老师能否帮上你 是 老师 学生刚刚在想 一个人要终生奉行的要则 是什么 大概就是成吧 我平生竭力做到真诚 没有一刻离开过成字 因此 不管是在朝班之中 或是刻起独行之际 不管是仰观于天 或俯察于人 都不感到惭愧 嗯 嗯 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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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